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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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已經棍土地 棍那個主物 已經一條心了 這一點我都覺得真的很 安慰而且很高興 那這樣推動食農教育大概有幾個想法 跟大家做分享第一個想法呢 就是認識尊重 跟連結我們在地的一個農業的情感 因為我們在地的 小朋友的爸爸媽媽跟他的主父母 大部分都是以務農為主 希望他們能夠尊重這塊土地 然後更能夠理解說爸爸媽媽或主父母 他們在從事農業當中 他們的一些辛勞 那第二個層面呢 就是希望能夠拓展小朋友的學習視野 那小朋友的學習視野 不只是在教師的空間 更能夠說在我們古山國小的校園裡面 各個小小的角落開箱匹圖 那第三個理念呢 我們當然是希望小朋友能夠合作 能夠享受這個我們大地的餐桌 所能夠帶來的這個食物的樂趣 從土壤到餐桌 從我們種植到料理 這整個過程裡面 他們學會了說 不是只有這個蔬菜 比較安全 比較健康 延伸到說對我們整個大地 對我們的環境 對我們的土壤 它有多麼重大的影響 很特別的是喔 他們每一次都不會忘記在固定的時間 然後到他們的菜園裡面 去看他們種一下心肝寶貝 為這些菜苗除草 然後抓蟲 發現他們也得到了一個身心的舒展 而且呢 感覺上是一個對他們很療癒的一個活動 那另外呢 因為神龍老師呢 就是收成的時候呢 會讓我們做一道那個簡單 然後又好吃的料理 小朋友呢學會自己去切菜 然後開瓦斯爐來煮東西吃 那我就發現說在班上啊 有一些本來學習成就不高的小朋友 他們呢 就展現了高度的學習興趣 很不錯 就是可以體驗農民的生活 認識標章 就譬如說就是 它上面有三片葉子是綠色的 就是台灣有基農產品標章 我學到了如何怎麼種菜 如何分辨有基的標章 購買有基蔬菜 不僅對人體友善 也可以保護環境 我覺得做任何事情 都應該堅持下去 就像種菜一樣 食農教育 就像種下一顆愛的種子 讓孩子懂得關心 以及愛護這片土地 並且選擇對土地更友善的方式 來與大自然共存共融 同時我們也要教導我們的孩子 他們的每個決定和選擇 都有機會使我們的環境更美好 周圍